钢铁业 钢铁业叫它是炉石 一般人称它为炉茶 针对掩埋在高雄市 骑山区大林里农地的它 高雄市政府早期核准是产品 后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以判决来定义它是废弃物 但无论它是什么 骑山大林的居民六年来 都日夜与它为伍 只要下雨来 可能大家都会很高 农民很高兴 可能下雨就是我的水 我的植物可以生长很好 可是对我们居民来说 雨季只要下雨 是对我们是一个梦念 从空中鸟看 这形状有如菜刀的田区 位于骑山西右岸 高雄市骑山区的大林里 面积约有七公顷 这处田区在西元2006年 曾被稻采杀石 后来在2013年5月到2014年6月间 被地主也是建发营造负责人 黄性业者和万大材料科技的代性业者 回填了100万吨来自中刚的炉石 引起争议的关键在于高雄市政府和中刚 认为炉石是产品 中刚子公司中联资源 更称炉石是回填稻采杀石坑的大地工程 但居民却认为 既然掩埋在农地就是废弃物 因此状告法院 中根清除炉仗 中根清除炉仗 2017年5月31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做出判决 将炉茶认定为废弃物 炉仗在这件案子里面 还要被定性为废弃物 那既然是废弃物的话 就废弃物情理化的适用 换句话说主管机关 就有命行为人移除的义务 离青的定义 依然无法立刻解决问题 因为业者如果不服判决 高雄市政府也莫可奈何 在前次的判决确定之后 那么我们就依照废弃法相关的规定 要求这个黄性业者 代性业者以及相关的公司 必须要在一年六个月之内完成清理 那么同时呢 要在前六个月呢 先完成一份就是送清理计划书 到我们这边来让我们审核 那当然厂商或者是业者 对于这些并不同意 那么也不认同 那么也进一步他们的依法 提起诉认跟诉讼 所以目前呢 还在这个司法的这个判决当中 所以我们必须要依照司法判决 告一个段落之后呢 才能依照法令相关的规定 要求他们来做后续的清理工作 中间还有七千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 不是那么中间的 这个呢 全部都报告一下 这个是他们的建设 对啊 这个是他们的建设 你如果这样 你如果不这样 我不能退院 这个是他们的建设 对啊 是啊 是啊 现在新任的这些 这些副局长 你还要等他诉讼完毕 你才能够接近 代位求长 错误 代位求长是 法院一判决了以后 就开始在进行 不是等他们 他诉讼是对你诉讼的呢 可是那个法院判出来是 他要清走了 所以你就要往这个地方清走 你应该有一些步骤出来了 五十多岁的郑妙珍 以前是幼稚园老师 六年前 他辞掉老师工作 成为巡查志工 每天都到卤茶回庭区观察 拍照做记录 这里喔 这里就是回庭污渣的地方 我来这里做观察 下过雨后啊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我现在看到这里有很多 蝸牛的尸体 就是上次强奸水流过的时候 蝸牛就在这边 就变成它的天堂入食在这里 所以我会做一些环境的生态观察 跟场子的变化 日复一日的巡查 需要过人的毅力 更需要勇气 2014年9月底 郑妙珍在独自行动时 被人打成重伤 但她没有退却 她继续关心持续记录 也因为如此 今年2019年的8月 南部连续降雨 再度造成污水溢出 这妙珍和农民 才能及时发出抗议 8月的时候一场雨啊 整个周围的农地啊 流穿了那个强奸水 然后鲁白色强奸水流到沟渠 居民农民看到都吓死也抗议了 今年108年8月 有这个登记的楼梧 楼梧之后 它有水太多 有益出来到流出来 这部分呢 如果我们说这些水呢 有危险 这些农地 我也说拜托这些媒体 可以来报导 要让他们知道 农民怀疑这些从回田区溢出的水 就是香蕉成长停滞 木瓜生长点萎缩的主因 这边是大林回田汇炉渣的污染源 离差不多五公尺的地方 那这五公尺的地方呢 在大林这边下了三天的雨以后 它就会污染的水就会满出来 这个充满的PH12到14的强奸水呢 会从这个方向流进来 那我们可以看着这个木瓜园 一先流到的地方 可能就会像这一株一样 像这些一样 都没有叶子了 然后根全部都败坏掉了 王忠义所占的木瓜园 与旁边的香蕉园 面积有两公顷 都是76岁老农林振南 耕种了将近20年的心血 我说你的老婆 你又说我的 你都来看看 这高队 白白还是红红 那就是你的 在地下座还在埋起 人们说没地本也要地漂 含地漂就没法度了 他们一直在补破 一直补 哪里裂了哪里补 哪里裂了哪里补 密密麻麻的补丁 可是只要下雨 就是没有效 你补这里旁边溢出来 因为水是火的 你只要饱满 它一定会渗出来 在炼钢的过程里面 它因为会添加石灰石 所以在我们的转炉石里面 就会富含有石灰石的成分在里面 那我们也去做过采样检测 也做过学理的分析 那么是属于说碳酸钙 以及这个氢氧化钙的成分 那基本上呢 这是一般大自然当中 比较常出现的这样子的一个物质 并不会有立即的危险 业者将溢出的水 咬回回田区 也抽取地下水 冲刷环宫内污水 可是瞬间雨量太大 挡土墙依然挡不住污水四溢 不只地表水令农民担心 地下水同样让居民害怕 达环宫内污水 对这里我只抽来 不可以 我如果在这家农地下水 会抽到那个 那个白的水 滑水的 有什么呢 有什么的抽到滑水的水 那隔壁这里就带滑水了 就是我们家是用地下水嘛 那就是它没有还能回田污温渣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放心拿来洗菜啊 洗米啊 洗澡啊 民生用水都用它 可是现在田污渣以后啊 那个污染水已经就是 只要下雨啊 我们地下水就会 我们家的水就会涩 就会很涩 让你很不舒服 地下水从水龙头流出来 洗不干净居民心里的疑虑 大家都已经习惯 用买来的水 把食材锅碗再洗一次 早先在2013年年底 高雄市政府以地主没有农地农用 依照区域计划法开罚6万元 后来2017年9月 也依照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决 要求地主业者和中联公司 限起清除 可是现在卢查回田区的入口 铁门深锁 地主不愿回应 也不见任何清运工作 而中纲书面回复 诉讼进行中 不便表示意见 然而为了管控污染场址 高雄市环保局废弃物管理科 在这六年来 每个月都至少会到现场 击查一次 因为这边的画面比较小 所以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去看一下说 是不是一些比较异常的部分 再特别 而土壤及水污染防治科 也会针对七口监测井 一年检验一次地下水 有发现什么异常的话 直接我是土水科的科大 我直接跟你联络 可以 因为以前不是你 对 我9月2号才刚进 对 那个土水科 只是土壤跟地下水 地表水请问一下是谁 也是土水科 对啊 也是我们的 所以啊 所以我们带你们去检验 那个地平水你们要不要 地表水 地表水你们要不要 那个都去污染了 PH值都12到14 PH值没有管制 对啊 可是我们那时候 PH值没有管制 农作物都没有办法生长啊 不是 农田不是 这个转入室本来就不能填农地啊 对啊 不能填农地 他用产品的名义印填进去啊 你们怎么办 所以他现在不是已经就是诉讼结束说 他是被欺误 所以要请他们清走了 对啊 现在问题是他们踩轮流站的 去提出诉论 提出行政诉讼 然后又行政诉讼 一将一拖最少要五年啊 其实我们长期以来都不断的在那个地方 就是持续定期的在那个地方做这个地下水 还有土壤污染的采样检测 那包括就是您刚刚所提到的重金属的部分 那当然绝大部分的重金属呢 都是目前都检测不出来这样子 那即使是有也并没有上升或者是异常的趋势 而且都低于管制标准 至于炉石的资源应用 中钢鱼子公司中联资源 非常乐意开放展示馆供外界参观 现场可以看到炉石能做消波块 人工鱼胶 最常见的是有强固作用或排水效果的沥清混凝土 比如我所在的这个地面呢 就是用密集配 用我们的转炉石来铺足沥清混凝土 像南兴路获得金子奖呢 就是用这个沥清 来用我们的转炉石来铺足这个沥清混凝土 那像右后方的这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透水沥清 像高速公路呢很多都用透水沥清 让这个道路的这个有时候下雨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积水 它的行车安全性呢会提高 比较不会有水雾 大邻里的村民不服气 他们认为既然炉茶是产品 可以让企业获利 就不应该运到乡下 硬是要埋在田里 今天有时候在地盆里面 天然都各种土粉用了 它的灰尘在鼻子 它水纸也会被麻煩 这个牛 他们说流水有败的软椅 不然没有人家处理 他们都都牢欣鸽的 那些人都牢欣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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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样牢欣鸽 咱们牢欣鸽的就牢欣鸽 那些人都牢欣鸽了 那些人都牢欣鸽了 都牢欣鸽了 那些人都牢欣鸽了 就牢欣鸽了 鄭苗珍擔任自救會會長 不是維護家園而已 他想要保護的 是農村的土地 水源 以及獨特的生活方式 自然農法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雖然收入不是很多 可是我們做起來就是說 我們吃得安心 別人也吃得安心 像我剛剛講的烘頭菜 我竟然看到烘頭菜 然後那天有一天 就是來田裡拿東西的時候 然後就看到那個黑子拿 然後就覺得哇 好興奮喔 隨時都可以看到不一樣的生物 然後那個黑罐馬路 黑罐馬路就像你的 這塊地好像跟你一樣是 就是這塊地好像是他的 你走在旁邊他也走在旁邊 他也不會怕你 村子口有一座七十多年的老廟 蕭公聖君 每次祭拜時 鄭苗珍都提醒自己 只求神明是沒有用的 就是早期他頭黑酒頭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不想要他頭黑 每晚都他們都是黑罐都會怕 所以只好 每邊見過時都來祭拜 都來拜拜 跟小公聖君說 麻煩你幫我們幫忙 可以讓很多人 趕緊把他頭黑酒頭拿走 不要讓他為害這塊地坑 結果也是沒辦法 他舊頭也是黑了 後來屯樓災的時候 我就發覺說 我們今天希望神明來幫我們搗三天 但是我們在地人都不出來 都不跟神明說所有人知道 這樣也是沒有那個效果 剛發生爐茶回田事件的時候 鄭苗珍就開始穿梭 行走在田梗 順溝 香蕉園 木瓜園 草叢和竹林之間 附近農民居民只要發覺異狀 第一個就是通知他 現在的鄭苗珍依然不改其志 雖然他的頭髮已經從烏黑變成花白 但他越來越相信 只要大家都站出來 大林裡就有機會 從爐茶惡夢中醒來